《扶貧智庫》在2011年4月至7月 舉行了一系列有關貧窮問題的研討會 RTV就這個議題 製作了一共8集的專輯 並請來來自國界界別的嘉賓 就這個問題進行深入討論 有興趣的朋友請留意RTV的網上更新 歡迎收看CBTV的國情講情 上星期我們就播出了華人民主書院成立記者會 華人民主書院的記者會其實是在台北搞的 可能大家不講都不知道 成立的波折好像都十分有點艱難 首先我們是想做民主大學的 大家都知道六四之後 在香港其實有兩間的 一間民主大學 一間就是天安門大學 那時候港英當然對這些天安門事件之後的民間運動比較同情 所以就有距離給他們叫大學 但是今時今日特區政府當然不讓這些泛民的組織 隨便搞的組織叫大學 所以我們只能叫書院 其實你也知道在香港書院其實只是中學 英王書院 納莎莎書院 中學可以叫書院 學院其實都是專上的 所以我們就可以叫書院 我們英文名字就是謙虛些 叫做New School for Democracy 也含有一個學派的意思 School在這裏就是學派 我們希望研究中國的問題 希望了解在中國怎樣推動民主 在台灣是很簡單的 你看到何俊 我們三個人 就一齊套軍行 我們一齊飛到台北 因為黃丹那些他們來不了香港 所以我們要去台灣 知道籌備的過程亦都找了黃軍濤 另外還有幾個就是前八九 學運的領袖 不過可能流亡了 是的 我們有黃丹 黃軍濤 胡平 這些在海外 在台灣就是林佳龍 一個民進黨的 你可以說第二代很優秀的人物 顧中華 大家可能在香港的人 就不是太認識 但顧中華兩夫婦 其實就是 你可以說很代表公民運動 因為他們兩夫婦 搞的運動是專門監察台灣的政黨 即是他們嚴厲批評南營綠營 即是哪些跳票 彈跳那些 是的 即是要兩黨或者所有政黨都向公民負責 所以他是公民運動的人物 另外有個比較年輕的曾建源教授 他都加入 因為現在都是籌早階段 所以我們就九個人先做事 稍後我們當然希望有一種方式 我們都不是想得很通 你說贊助人 贊助組織 我們希望作為一個平台 希望所有組織都能夠參加 你見到我們都是香港有民主黨的主席 社民院的主席 我亦是公民黨的黨員 雖然我們都是以個人的身份 去組織華人民主書院 但你都可以見到 我們可以跟台灣和海外的民運組織 一起合作 意思就是 我們可能有些意見不同的地方 但在發展民主的大業 我們都很希望能夠合作 亦都希望證明到我們能夠合作 亦都希望透過中國大陸民主低潮的時候 我們希望做一些教育 討論思想交流的工作 做好一個基礎 將來中國有些甚麼大事發生 我們都希望成為一個交流溝通的平台 但我比較有興趣想知道 即是 一件事發生 或者一個組織真的要形成出來 其實真的不是石頭爆出來的事 有甚麼原因 或者可能是一個制遇 令到可能有多少人聚在一起 不如重研發 或者延續民主大學那些事 其實這個構思 就是黃丹比較早提出的 大家都知道 在劉耀波取得諾貝爾和平獎時 在挪威的奧斯陸 很多民運的人士亦都有機會碰頭 大家談起這件事 想推動 推動這件事似乎都是 在目前來說 都是在台灣和香港最合適 在中國大陸做不到 在海外亦都難 所以我們就是這三個地方的人士 慢慢地做這件事工作 但我們事實上 真是做事 真是推動 是三月才開始 即是三月才開始 大家坐在一起開會 談及籌籤 九月開課的確是創絕一些 但最難設定一間學校 或者設定一個學圈 設定一門 政黨也好 或者自負組織 政策研究組織 一樣都是這麼辛苦 辛苦的位置 最辛苦是甚麼 現在應該 完了學期 暑假 可能都要量定課程是甚麼 但因為你要跨越不同的地方 又有不同的語言 謊言 不同的地域 教授的難度是在 首先說來講去都是錢 以及人力資源 很多事沒有錢都很難做 人力資源亦是一個困難 你要找人願意教書 語言方面 我們都希望最好就是普通話 因為你這個是華人文學書院 面向中國大陸 海外華人 台灣 他們都是講普通話 如果我們講廣東話 就真的比較難溝通 這是第一個大問題 你講得很對 即是語言 反而除了普通話之外 英文可能比較好 因為既然我們是一個大學水平的課程 應該一般人都有一定的英語能力 如果做不到普通話 我們就做英文 盡量避免廣東話 如果有些朋友用廣東話授課 我們很可能都要花點工夫打字幕 有中文字幕 這些講普通話的人都可以聽得到 都可以明白 跨地的都是網絡為主要的平台 是呀 我們都是網絡為主 首先我們想著 香港的人應該可以看到 台灣的人可以看到 海外的人可以看到 國內就真的要翻牆了 我們這方面就真的未有底 人們會不會翻牆來看 中國當局會不會打擊 是難倒折 這個我們都真的不知道 但起碼我們都看得見 比如說海外有很多很多中國留學生 香港都有不少中國留學生 甚至台灣今年都開始有 聽說他們說最初有兩千個 於是慢慢都會增加 我們起碼都可以透過網絡 接觸到在國內出來的留學生 你也可以說他們都是國內最優秀的一批年青人 所以九月的時間都希望 有些實際的 真是多人看多人聽 那費用 這是籌錢的問題 我們當然就明白 是很闖絕的時間 我們都是三月才開始 真是坐下談 真是說去組織 要九月開貨 那就需要籌少許錢 目前我們初步實收的錢 都只有四十兩萬 我們預計是應該第一年可以籌到一百萬左右 港幣 勉強可以做到 最大的開支 首先你有一個網站 而這個網站的功能 我們希望能夠互動 例如上課 起碼先生和同學可以聊聊天 討論功課 可以收功課 改完功課給別人 這些都是希望做得到 所以要建立一個網站 那裏是一筆錢 譬如說 受課老師 我們都希望 每一門課 用香港的規矩來 每一門課 我們都希望給這個受課老師 三萬元的港幣 有些老師未必說 一定會收 但有些課會是 很多人一起做 你都要給人居馬費 譬如說有些老師 希望請助手 幫助手改捐 做一些資料搜集的工作 我們起碼要讓人 有些基本的開支 能夠應付到 當然你要請職員 所以經濟很緊缺 我們的構思當然就是 與其你說 我們有一班人 做事 拿著計劃書 向人籌錢 不如硬著頭皮 請朋友幫忙 籌一筆小錢 即是開動了 做了事先 別人見到你都有一種誠意 有一種承擔 開動了 做了事先 去申請錢 向基金會申請錢等等 可能會效果好些 我們希望這樣 休息前也要問 如果有人想幫忙或是義工幫忙 無論是中港台 有甚麼辦法 我們應該的網站 在7月中 應該可以開放 我們都會利用這個網站 第一當然是歡迎銀捐錢 第二亦都會很希望得到一些義工幫忙 休息回來再講一下華人民主書院 裡面實際教育的內容 休息回來再見 歡迎收看國情港情 剛才上一節就講了華人民主書院創立的一些背景 原因 以及一些方法 已經在網上有些網友開始問 九月開學的時間究竟會有甚麼學習 有甚麼會教 有誰會教 評分又怎樣 功課又怎樣 即是問一下教授 首先有甚麼學習 九月我們現在應該有四門課可以開 第一門課就是我教中國外交 或者我們希望台灣有些朋友 海外有些中國學生都想了解一下 因為大家都知道 在中國外交政策是不容批評的 即是你不能夠在主流媒體 或者是在課堂上 批評中國領導人的外交政策 起碼我們希望客觀地去研究一下中國外交政策 我們還有毛孟靜 就會教一門傳媒的自由 他作為一個資深的傳媒人 說一下媒體的自由理論 或是傳媒人的操守 我們還有一位城市大學的年輕學人 陳敬慈 和一個很出名的勞工專家潘毅 他們會再找多一些朋友 去辦一個中國勞工的課 第四門課會是黃丹他們 去教中國和台灣的民主化過程 即是黃丹、林佳龍、海外和台灣的實際參與民運 政黨人士說一下課程 即是我們有四門課 下學期現在我們會有關信基教授 答應教一門政治學的基礎課 其實我們希望他即刻九月開課 九月開課應該順手一開始 但是他忙我們也要等下學期 我的課是英文 毛孟靜的課是英文 陳敬慈的課應該是國語 是普通話 黃丹的課是普通話 關信基的課都是普通話 現在我們正在安排 希望是一個講人權的課 希望羅玉啟地 慢慢組織到一門人權的課 慢慢做 其實最大的挑戰當然就是 我們想在大學教這些課 我們現在教這些課 希望水平沒有什麼大問題 基本上都是香港大學認可的課 但是如果你在香港教書 那些同學來我們很傳統地教 那是沒有問題的 我們當然會首先錄了它 錄影它放在網上 但是我們都明白 這樣就不貴的 就是不難做的 但是就可能很沉悶 單向 單向 你又說一小時 兩個小時 三小時 當然我們都會盡量 先有一個撮要 十分鐘先說一下框架 再說一個小時 休息一下 但是不是那麼好 但是要花很大的資源 去將一門這樣的課 變成很有吸引力 互動的課 是比較難的 你將它變成很多小節 15分鐘左右 有很多紀錄片 有關電視的畫面之類 你將它可以互動 就真的要花很多精神 功夫 技術 這就是資源的問題 以及亦需要時間 剛才說的那些課程 全部都是遙距的 現在知道其實很多的大學 都有遙距的課程 其實這個分別 其實都沒有什麼分別 都是想差不多 好像大學的那種 遙距課程的標準 我們會這樣看 第一就是 基本的內容 應該不會太標其立而 像你講中國外交 我想香港或者外國的大學 都有這些課 政治學初期 媒體的自由 中國勞工 可能很多研究亞洲課程的課 都有 但是我想我們的標榜 當然就是 第一 我們有一個精神和價值取向 是很清楚的 我們是集中看華人社會的 民主化的問題 我們價值觀也很清晰 我們都希望推動民主 但是推動民主不是一腔熱血 去從事民主運動 我們亦希望有關的理論 有關的實際實踐的情況 國內中國大陸 台灣香港的經驗 甚至東歐其他地方 有沒有一些經驗 我們可以取經 我想我們的取向 當然是集中看華人社會 這是我們的特色 我們價值觀也很清楚 我們不會說我們價值中立 等等 我們真的說明 我們是希望推動民主 我們相信民主 我們希望所有華人社會都出現民主 這是我們希望做到的一些特色 我們希望有這個平台 大家可以多一些討論 教授你自己怎樣看 可能從事民主運動的人士 或者是華人社會裏面 對於民主或者人權的論述基礎 我們覺得 現在一般來說 這類的課程都是 都是在西方大學那裏教 都是西方的觀點講問題 未必很關心到香港 或者台灣 或者中國大陸的情況 即西方社會是怎樣的 甚至是東歐西歐是怎樣的 究竟適不適合中國 適不適合中台港 其他華人社會 我相信他們這些課程是兼顧不到 以及我們能夠在圖書館找到的 參考書、教科書 都是主要講西方的問題 即是從西方的角度探討問題 我們希望從一個中國人的角度 從一個中國人推動民主的角度 去看問題 我們希望關心中國 關心華人社會民主運動的人 都會覺得是有值得去參與 值得去聽的地方 尤其是在可能是民主化過程之中 怎樣去令到眾多人動員是很重要 但是都要有更多的論述基礎 我自己覺得 很多時候走街出來 即是一句抗爭抗爭抗爭 後面沒有了論述基礎的時候 其實那種動員力相對之下 是有少少薄弱的 是的 即我們都非常欣賞劉耀波 這是毫無疑問的 但嚴格來說 零八憲章的內容 都是將理想拿出來 即是理論的基礎 或者是反映中國的過程等等 都不是做得很足夠 當然我們非常欣賞劉耀波的勇敢 他的奮鬥精神 他將這個問題提出來 但其實還有很多事情 是可以大家談的 事實上 當我們說中國民主 怎樣推動中國民主 要面對什麼問題 比較開放而深入的討論 都不見得很多 我們當然剛才說 是起碼的平台 這個平台除了正規的課程 如果有資源足夠的話 我們希望變成一間大學 這當然是比較遙遠的事 但我們也希望有些討論的平台 有些好像RTV之類的論壇 討論的節目 這些事其實大家都知道 做就不難 怎樣有吸引力呢 我們當然希望有些明星 好像黃丹利 還有台灣的民主運動人士 或是香港的河洲人 塗軍行地 我們也希望有一個海外、中國、台灣、香港的交流 有不同的觀點 有吸引力 不是說人體香港問題 台灣人體台灣問題 而是有中國海外、台灣、香港的觀點 希望我們遲些會有資源 會請一些外國的民運人士 說一下他們又怎樣看 他們的經驗 以及他們又怎樣看中國 我們也有這樣的想法 譬如歐洲 特別是東歐 一些從事民主運動的人士 我們也希望能夠找到他們的交流 臨完結之前 讀這個課程 讀任何一個課程 是否需要錢 我們還在談學費的問題 我們希望 首先 現在只有兩個方案 譬如一年一百元 一年一千元 一年五百元 亦都希望收費不會太貴 而最重要的是 我們覺得 只要任何人覺得有困難 想申請豁免 我們都會提供 特別是國內的朋友 我們根本沒有想著向他收費 但同時我們亦都希望在收費裏面 能夠成為我們收入的主要來源 亦都希望能夠透過收費 能夠自給自足 你不能夠經常靠向人捐款 而希望真的如果有足夠的同學 在收費方面能夠維持到這樣的機構 如果做到這樣 我們當然非常非常開心 好 多謝教授 九月 民主宣開學 我們拭目以待 今集的過程 講情到此 下一集再見 或者其他手提電子裝置 觀看電子書內容 這就是I read